然后他这套系统呢可以看到他虽然说也用了这个路虎全新的这套系统 但是我觉得确实他整个的这种显示的这种细腻感 我觉得是不如未试或者说发现的啊 这个客观来说但是毕竟这个车价位都已经在这里了 对吧谁还会在乎这些呢对不对 然后方盘我还要说一点就是他的方盘那个手感除了旁边这里是皮 这上面这块木头这是真木头然后这里也是真木头 你在这辆车上能看到的木头全部都是真木头 能看到的皮啊也都是真皮 但没有什么仿皮一说啊 然后同时我们来看这里 这个车这里打开是它是有一层的啊 然后你放下去再按另一边 打开这里这个中控这个扶手箱里面是一个小冰箱啊 这个夏天是非常实用的 但我觉得对于这辆车来说这个冰箱 可能没有这些全车的这种皮质啊 来的那么的有豪华有档次感 要坐到这个车内之后你就会感觉到有钱真好 然后它的这个座椅啊 它不管是主驾座椅还是副驾座椅 那里看见没有 就是那是副驾 然后这边是主驾 它都设置了这个各种调节啊 这可能有多达20多项吧 反正就至少都20多项 反正这个连座椅靠背都是可以单独调节的 所以整个不管你是什么身材 你都能在这辆懒的车型里面 找到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姿势 但是我还能在这边看见到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姿势 我还能在这边看见到这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姿势 然后看着这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姿势